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天然的美景 与淳朴的农村生活 是你在城市里 完全欣赏不到的宝贵画面 看看我这身装备 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 丛林探险 所以已经约了大哥了 但是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都还没有出现 等一下 你们看那里 起走 起走 哇 原来我们坐的车 很不一般耶 大哥我们是要去什么丛林 我光是看到这个车 我今天不坐了 今天不坐了 好像可怕耶 大哥 大哥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车啊 这些是用 去警察 或者公安 抓犯人的 可是 大哥 如果要抓犯人的话 你是说犯人坐在这边吗 你坐在这边吗 是 所以我可能容易这样子 你找我吗 是啊 嗯 真的 OK 靠住啦 我刚才想说如果我示范人的话 我就早就这样子 马上逃脱了 哪会那么乖乖的就是 在这个原地这边 不是 所以这个大概有多久了 是 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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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到现在也是 30年了 30、40年了 对不对 这里特别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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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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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 有没有拔掉 他真的在倒车 所以我刚刚错看他了 我刚刚还想说 你说倒车是要自己这样 自己撸这样 哦 赞呢 没想到今天一出场就这么气派 像这样的Sidecar 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十分之处 最常见的军用交通工具 而且完全看不出来 它竟然是四速的 650cc重型机车 跑起来一定很有力 然后变这台吉普车更不得了 一看就知道 是阿公等级的古董车 哇塞 这个就更不得了了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有历史 然后大哥 没没啊 没那么 所以它是 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这台车 这台车的车 就是你知道那个高官的 才能搭这台车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 你知道的 美国人 那就是越战时期 那真的差不多 四十到六十年之间 大哥但是我想要问 你刚刚不是说 这是给那种将军做的 将军如果像这样 天气那么热 这样他们不就是热死了吗 然后善良 那就因为那把军叫 哇 他们会拿很多 他们会拿走 那边 有灵 他有一个反动耶 对不对 就是还有热死的 还要铺整个车子吗 真的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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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你越前逢了吗 真的假的 大哥可以噴噴看嗎 OK 還有這裡 它在這裡 還有啦 還有它的光 所以這就是那個 手動的敞篷車 對不對 人家就像現在這樣 它現在這個是手動 我那後面給它 可以 這個是一般我們吉普車很常看到的 只是它現在是可以常看到 超快的 這個很像是我們出去那個 露營的時候搭上船的那樣 對不對 馬上就這樣遮住了 有文差耶 對不對 說起來不一樣 但是 現在 我必須要出來了 因為它把那個熱氣全部都困在裡面 裡面現在跟三位暖是一模一樣的 我看我還是先坐坐看機車好了 感覺會比較涼 在越南你可以上網 預訂上這樣的機油行程 實際體驗一下二戰時期奔馳在越南相見的快感 今天我們特別跟著教練來到位於北越的和平省 主要的目的是出來踩點 開發一些之前從來沒人跑過的洋場下進 我們要進入爛泥草之地 結果 就變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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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戴眼鏡這樣很像是一個 天兵耶 我很像天兵 對不對 報告分長 都是我的錯 會這樣完全都是我 我重量級主持人的關係 跟你的車子沒力還有技術不好 完全沒有關係 你好 才剛出發這條車 這台老車要跑這種崎嶇不平的山路 是不是太過勉強了啦 我現在好歪斜 Oh my god 好正 Oh my god 我們不是只是要單純地去闖油闖森林嗎 怎麼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這是我電影情節裡面才會發生的事情嗎 報告班長 請你不要生氣嘛 剛才偷偷說你車子沒力是開玩笑的啦 各位觀眾朋友千萬不要學啊 班長是有練過的 650cc的馬力果然是認真的 連無這種提心的乘客也可以騰空而起 驚險度可說是破表啊 好好好 不過看我還是去坐一下吉普車好了 感覺應該是會理著安全啦 換車了 他還會翻到嗎 他還會翻到嗎 我被 顏 顏面 顏面 講到都不對 教練 你要過河都不用減速的齁 這條路線一般的車主幾乎無法通行 只能提供偏鄉的村民步行或是騎機車用 雖然路途崎嶇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天然的美景 及純普的農村生活 是你在城市裡完全欣賞不到的寶貴畫面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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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難得有軍車開進村子 我從菜鳥天丁搖身一變 成為萬人擁戴的帥氣將軍 下次我應該可以直接來辦個粉絲簽唱會啦 哈哈哈哈 現在真的是 歐聲佩的疼 沿路齁 太刺激了 我必須要對你們說 一開始呢 我就是 搭乘的是摩托車嘛對不對 摩托車確實 有很多的路段 不管是碰到那個高低之差 或是凝凝的時候 像我這種重量級主持人 就很有可能呢 就會乘入在你凝凝的裡面 因為它畢竟就是我坐的那一半邊嘛 它是沒有傳動的 是沒有動力的 所以比較難去 像是這台吉普社一樣翻山越嶺 這台吉普社真的就跟大哥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樂盒沒問題 尼力沒問題 高低差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甚至我們陡峭的爬坡也絕對不是問題 所以剛剛坐在這邊的時候 你知道自己彷彿呢 就是在拍一個好萊塢劇片 就是一個動作的東西 你們自己看我的頭髮都知道 剛剛呢看似好像速度沒有到太快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那個風一吹過來 我剛剛原本只是一個平溜海 現在整個額頭都露出來了 好像變得比較帥 經歷力量真的是真的不少 大哥 謝謝 謝謝 你現在感覺如何 我覺得很好 真的嗎 對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是說現在比較好嗎 比剛剛開的時候還好 現在還好 非常好 他說現在呢 非常非常地棒 因為剛剛呢其實他在載我的時候呢 我相信呢真的是對他來講一大挑戰 因為畢竟他都掌控了 除了這個地形上面路況的那個差別之外 更何況旁邊有一個重量級主任 就是我本人 你之前有載過像我如此龐大的動物嗎 動物嗎 動物嗎 很多呢 你們以為有講出來是不是 對 對 所以 你常常 你常常是開 就騎那台摩托車嗎 還是之前都是騎比較類似 越野騎的摩托車 對 對 對我們來講是初體驗 對他來講呢也是初體驗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的是 就是剛剛呢 我們在穿越的時候 有經過那個部落 我覺得我自己印象當中 最深刻的反而是那個部落 因為 那個部落的人真的是太可愛了 每一個人呢都是很和善很良善的 你看講到部落 你看這些部落的弟弟 你看他們就在這邊了 我們只要經過啊 你知道他們都會很熱情 剛剛其實他們呢是在 你知道親近的那一頭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跑過來 嗨 嗨 嗨 你看很可愛很好 你知道我們一路上 其實都會很開心 就是你只要跟他們說嗨的時候 都會說嗨 然後跟他們握手的時候 他們也會握手 你看看 嗨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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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哇 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道工作壓力久了 就是需要在這種很蠢 或很單純的一個環境之下 那個心情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樣嘗試過 就是一旦你自己 在一個工作緊繃壓力的狀態之下 然後有一群你知道 他們彷彿就是天使耶 雖然你不知道 你不認識他們 但是你只要經過他們 你就會覺得整個心情非常好 那個心呢是非常喜得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